因拍戏受伤休养七年,杨岩只嫁功夫之王,50岁貌美如花无人曲。 功夫明星里边,洪金宝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,他拍了许多功夫动作片,与许多明星都合作过,那个年代的香港,最不缺的就是男功夫明星,而洪金宝却又是这些功夫明星中的头号人物。 尽管不缺男功夫明星,可是女功夫引人却一向紧缺,认为习武的人大多数都是男人,那时杨子琼是女性中的功夫担任,不过她成婚之后便退出娱乐圈了,这时候杨丽京成为了她的接班人。 杨丽京1968年出生于台湾,17岁被导演发现接替杨子琼成为新一代打女,皇家师姐,霸王花等都是她的杰作。 1995年与郑少秋主演的古装武侠剧相帅传奇为观众熟知。 2000年代古装剧《铁齿童牙》即小轮中饰演莫愁。当时的杨丽京也是标准的大眼美女。 武打明星风光的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,特别作为一个女孩子更不容易。 杨丽京在拍摄《铁齿铁牙记》小兰的时候被不小心打掉过牙齿,在拍摄《花木兰》的时候危险动作亲自上阵,高空钢丝断裂掉了下来,她点丢了性命。 这种判应敬业精神在现在娱乐圈怕是没多少了。 拍戏多次受伤身体留下不少后遗症,之后转型拍了《海神》密码,聊摘四只夜声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。 此后,杨丽京虽然也有作品推出,可是却没有什么水花。 直到2010年,她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,竟是因为一则整容失败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掀弃乐意。 九位在银幕露面的她被爆料只整形不成繁荣,一代古装女神竟然变成了网红脸。 杨丽京专门为此召开记者会痛哭并否认证容,更出示医师的检验证明,自证外貌绝对纯天然。此举更引发众人热烈围观。 杨丽京回忆到,那时候大概是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,那时候我有一天起床的时候发现我不能动了。 随后杨丽京休养了整整七年,这期间很难在荧幕里看到她的身影。 因为要治疗伤痛恢复身体,杨丽京爱上了瑜伽,不仅自己练瑜伽还开了瑜伽馆,除过很多瑜伽书籍和教学录影带。 从杨丽京的身上,我们能够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 自己喜爱的事情就要发展到极致,不仅要发展成为特长,还要发展为事业。 杨丽京的脸部轮廓其实并不算小巧精致那一挂的,但大概是因为角色形象的关系,杨丽京总给人以英气大方的感觉,尤其是她的大眼睛,挺神气的。 一个女版的李小龙,47岁时杨严只嫁给功夫之王,明明可以靠脸吃饭,却偏要靠武功。 只是仍然貌美如花的50岁杨丽京始终单身无人娶,不知道是自己不打算结婚了,还是说没等到适合的。 话说你们都看过杨丽京拍摄的哪些经典电影呢?